各位观众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这是还充满回忆的地方 在学生时代与证实还蛮长进出的 大概是第一次做这个题目的人 真的看到我来到什么地方了 我在台湾驻安卡拉的代表处 非常谢谢我们学长黄代表的支持 今天这个影片就是代表处开箱 陆外人员在这边都在做什么样的业务 什么情况下我们在土耳其会需要 领求驻外馆处的帮忙 聊一聊现在土耳其的状况 还有各类的有的没的 让大家再试一下 欢迎 耶 哈啰 好的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的朋友 小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土耳其 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们还是小时候 她应援机会就来到代表处上班 大家好我叫土耳其 我的中文名字是孙苗 孙庄长的孙苗苗苗苗苗 我在台湾待了三年 对 什么时候 小时候 回来之后 过一阵子之后 我再开心我们的办事村工作 对啊 我很开心 谢谢学长 又让我们再度见面了 所以就是土耳也在这里哦 这是土耳的人 到这边就可以看到土耳 掰掰 這邊是代表處一樓的夜代廳 住者非常的典雅、漂亮 可能是打卡熱點吧 有重要的訪客或是貴賓的時候呢 就會邀請他們坐在這裡 我們繼續去看看代表辦公室吧 學長 嘿,哈囉,好久不見 對,你是學長的辦公室 哇,很亂,來不及收了 歡迎,歡迎 謝謝學長邀請我來 學長,都是因為學長 我才能再度走進代表處 先請學長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黃志陽 我是台灣駐土耳其代表 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派任到安卡拉來 我們的外館處到底平常在做什麼 然後有哪些業務 大家可能不是這麼熟悉 托其代表處跟我們台灣所有駐外的館處都一樣 我們國人比較相關的 像領務 辦護照、文件證明 或其他外人身體簽證 商務、財商、經商所遇到一些問題的協助 另外就是僑民 保僑、護僑 然後照顧當地僑民 這是跟大家比較相關的 可是事實上除了這之外 平常我們跟當地政府的往來 不管是國會、中央或地方的政府 推動商務、商貿的往來 特別在疫情的期間 沒有辦法有實體的互動 希望促進不同產業的交流 進行一些研討會來促進雙方的往來 另外因為托其航空飛航 有直航從桃園到伊斯坦堡 所以我們常常也有一些訪團 特別今年開始有很多運動團隊 博奇真的是台灣運動團隊的福地 我們來了 不管是 都是金牌 冰球、跆拳道、拳擊、還有射箭 我們都有拿到金牌 有運動團隊來說 我們會去提供協助 跟僑胞一起去幫我們台灣代表隊的成員加油 另外在高等教育的互動上面 尤其跟土耳其是非常的綿密 我們每年也提供很多的台灣獎學金 跟華語獎學金 給土耳其的學子到台灣 台灣很多學生也藉由雙邊獎學金的機會 來這裡學習進修 學習語言或者是攻讀學位 互動是很多 聽起來就是超級棒 因外管處沒辦法一次分配這麼多個小的 section 大家都要有三頭六臂 然後處理各種在土耳其遇到的事情 隨著疫情的舒緩 那國內旅遊的解封 會有越來越多的朋友來這邊觀光旅遊 其實我們常看到比較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遺失護照 要先完成報警的手續 丟了護照之後 還是要來到安卡拉這邊 除非您有什麼狀況 沒有辦法行動 那我們再來溝通看看怎麼處理 我通常我希望你本人來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身份的文件 我們希望看到你本人 然後比較查詢相關的資料 我們才可以發給你一個入國的證明書 讓你方便搭機返國 那土耳其洋公看到這樣的證明 也會讓你可以搭機 通常旅行團在國內很多有制度 規模的旅行團 舞的團 其實我們都比較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跟國邊的業者都有合作 那其實處理事情都有SOP 比較常見到的是背包科 因為國人自己出來旅遊的情況 越來越頻繁 然後也常見 先做點功課 那不要產生一些誤會 因為語言上的溝通 或者是對規定不大了解 有時候會造成一些誤解 如果是個人溝通的問題來找我們 有時候我們只能call電話來協助 像租車啦 訂旅館啦 或者是 有這種旅遊手碎的事情 就麻煩大家 真的有很多重要的業務要做 那有一些是可以透過自己 預先做功課解決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自力自強對不對 背包科我想大家都很獨立 而且很主動的性格 所以應該是可以查點資料 那但真的遇到問題 無法解決的時候沒有問題 請打我們的緊急聯絡電話 那是24小時都是開機的 先冷靜下來了解一下狀況 然後就算你打電話要找代表處協助 你也可以比較明確的講清楚 你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或者就算我們要幫你 如果連你在哪裡你也不知道 對 那我們真的有一點麻煩 也許你冷靜下來溝通一下 就原來只是不了解或誤解 那也許就解決 那如果真的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直接請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來試圖看看怎麼樣來協助 我們這邊也有僑民一起組成一個 擠難救助的協會 透過可能在不同角落的僑民 第一時間看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我帶了我的提問來給學長 我是上一次來已經是2020年1月的事情 所以咻一下時間就過了 那學長可以分享一下 土耳其在疫情時間的樣子 還有目前後疫情時代 還有在疫情下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做法跟方向 我是去年的3月到 那時候疫情開始逐漸的上升 甚至有封城了幾次 那一直到今年開始 因為疫苗的普及化 每一劑的施打的比率非常的高了 然後那個染疫人數也逐漸的下降 所以他已經逐步的在開放 然後一直到今年6月開始 甚至口罩都拿掉了 至少到低於千人以後 他就不再公佈了 他認為一個禮拜公佈一次就好 那其實真的就是走向正常化了 那現在也等於是共存了 對於染疫或是確診陽性這件事 已經是很稀鬆平常 重症率也不高 死亡率也不高 那的確很多人也得過不止一次 那也都復原 所以也許身體的抗體都很充足 大概就比較放心 感受很深就是因為有在不同的城市中 看起來真的跟之前 就是說發生疫情之前的一切是一樣的 不過唯一的差別就是 現在你戴口罩他們不會覺得你很奇怪 會感染到他們這種比較舒適的狀態 而不是很緊繃的 那個氣氛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是因為開始開放國境之後 那你就越來越難控制 可是這是走向開放必經之途 所以那就像土耳其現在這樣 他們這個不僅開放國境 而是非常熱烈的歡迎觀光客 因為經過兩年的這個封閉 他們是一個很重要依賴觀光收入的國家 很多旅行相關的產業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例如像我這次就六月的時候 我就只辦了簽證然後就進來 就跟以前真的就一樣 當然多了一些那個衛生消毒設備 可是除此之外 不會感覺到說這進來很麻煩啊 一切要做很多的準備手續啊 現在比較是說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符合台灣的路徑規則 這些就不要忘記 但是在這邊來出來的時候 是一切都很方便然後簡單 還是要提醒人多的地方 還是注意一下然後 如果你覺得想戴口罩 你就不用擔心再拿起來戴著 這邊要買口罩啦快篩什麼 這邊都算是很方便 聽說很便宜耶 很方便 這邊都很方便 有需要都不用擔心 如果說在這邊染疫的話 那大概的會發生什麼事情 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們在一月的時候 也全家都不能幸眠 因為小朋友從學校帶回來啦 你這邊的情況是 他會通報說有多了一個確診 那會直接通知你 希望你不要出門 要在家隔離 然後衛生單位會看你需不需要吃藥 他會提供藥物 但是他會問你要不要 醫生也沒有建議你吃 就是休息補充維他命C 就這樣 但是我們有台灣來的這個護國神藥 我們有清換藥 有明顯的舒緩那個症狀 那好好的休息也就痊癒了 一旦有這個狀況的話 那大概就是要在旅館 或是你住的地方 要有隔離的時間 怪怪的在家隔離 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之後不知道 可是目前還是有一個 制式的隔離程序這樣子 有 有 還是有 那個提醒大家 那個相關的規則 一定要常常關注 我們那個代表處的網站 或是外交部的網站 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入境 還有這邊的最新規則 大家多注意 因為常常更新 對 這個是真的 因為土耳其也是滾動式的在檢討 尤其是前一陣子 我們一看到有改變 我們獲得通知 我們就趕快去更新 目前看起來是越來越鬆了 所以其實你幾乎感覺不到 但是為了避免困擾跟麻煩 還是盡量出發前注意一下 或跟土耳詢問一下 真的完全都已經恢復了正常的運作 但是因為經濟的情況有一點不理想 這國家要接近要選舉 所以如果大家來這邊旅遊觀光的話 有看到群眾的運動 比如說是選舉造勢 接到明年六月以前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大家就注意一下 不要太有好奇心 往人多的地方 對 往人多的地方還是注意一下 那有時候 隨著選舉的火熱化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衝突 它不會針對觀光客 可是你有可能遭到詞語之樣 還是老調重談的就是說 這個國家非常的熱情 也願意跟觀光客外來人互動 但是基本上對於這個國家的比如說政治 宗教或是種族這些事情 大家就盡量還是不要批評 你可以討論但是不要批評 因為畢竟這是差異 有文化的差異 然後制度上有差異 所以我們入境問數嘛 那希望還是尊重這樣的差異 在這邊玩得比較快樂一點 土耳其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要保持彈性 你心理的彈性 你行程的彈性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很 看感覺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有好有壞 那如果保持一些彈性 在這邊也可以玩得比較開心 然後心理壓力也不會這麼大 尤其是對自助的人 保持彈性在這邊 然後隨時面對 新的冒險 新的挑戰 在這邊是旅遊的另外一個樂趣 對 好那大概就這樣子囉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讓我用再進來 然後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小時候常常走動的地方 謝謝學長 OK沒問題 掰掰